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定格在哥哥乔西 坐在妹妹苏菲身边的场景 二十年后 苏菲为了查明乔西失踪的真相 开始和男朋友以拍摄纪录片的方式追踪当年的事情 他们来到母亲家中 母亲拿出当年乔西拍摄的光碟 在光碟的后半段 乔西突然在天上发现了不明光点 光点消失后突然房屋已经晃动 乔西开玩笑的说可能是UFO 乔西为了证明自己拍摄到的就是外星非典 找到了两个朋友 马克和艾希莉 决定三个人共同制作纪录片 三个人失踪之后 苏菲却找了艾希莉的父母 以及马克的哥哥 为他们做了采访 艾希莉的父母很伤心 而马克的哥哥则表示 马克失踪当天 他们的爸爸以为是哥哥带马克去鬼混 于是很生气 没有想到当晚马克就失踪了 乔西在地图上给出现光点地方做了标记 并做了一个延长线 他预测在延长线的某一个地方 光点将会再一次出现 三个人准备好东西之后就出发了 开车直奔目的地 苏菲偶然间在网上看到前任州长对于20年前 富皇城发生的不明飞行物事件评价 他在采访中承认 当年自己确实看到了不明光点 苏菲对此很是气愤 因为当年乔西失踪不久后 前任州长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开表明 不存在不明光点的说法 通过各方调查 苏菲有幸找到当年 乔西失踪前拍摄的最终画面 画面显示 三人最终到达目的地 目的地离空军基地很近 他们成功拍摄到了不明光点 这次不明光点的行迹更是诡异 随间有点变成了一条飞速而过的直线 三个人兴奋不已 马克和艾西利看到天黑想要离开 乔西又拖延一会儿 由于乔西的拖延导致他们回去的时候 天就很黑了 几乎看不见东西 突然在他们的车后面出现巨大光点 车子莫名开不动了 三个人下车想要离开 马克开始流鼻血 马克因为伤口走在后面 当乔西和艾西利回头寻找他时 却不见了马克身影 二人越发害怕 这时艾西利也开始流鼻血并精神恍惚 距离喊着爸爸朝一边跑去 影片最后四周闪起火光 像是什么东西爆炸了一样 乔西在混乱中躲起来 手中仍然拿着摄像机 画面中声音越来越响 火光占据了整个镜头 镜头剧烈晃动 突然砰的一声 摄像头随着什么东西从前上掉落 然后画面静止 全片结束看完影片 大家觉得是外星人在作怪呢 还是有人恶意绑架了三人 欢迎下方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见